在新的财政预算中,政府也推出一系列措施支持本地商家 当中包括向全国生产力基金投入40亿元 并扩大基金的资助范围以鼓励投资 而政府也将为本地公司提供10亿元的资金 协助企业进军国际 以及推出企业创新计划鼓励商家进行创新活动 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勋才指出 中美两大强国在各领域的激烈竞争 让国际地缘政治出现重大改变 经济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可能重新抬头 副总理说,我国必须做出调整 重新定位我们的经济 以应对迅速变化的国际环境 副总理宣布,政府将向全国生产力基金注入40亿元资金 同时扩大基金的资助范围 包含鼓励投资,协助企业保持竞争力 政府也将拨出10亿元 在新加坡企业国际化计划下 为有潜力的本地公司提供量身定制的支援 另外的1亿5000万资金 将通过中小企业合资基金 投资有发展潜力的中小企业 并致力促进另外3亿元私人投资基金 我们将支持本地企业 尤其是中小企业 投资创新项目和领域 这样我国企业能通过创新拓展业务 我们也会进一步协助有潜力的中小企业 走出国门开拓海外市场 具备国际竞争力 我希望一些本地企业能够成为全球顶尖企业 在国际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 政府也新推出企业创新计划 通过优惠的税务减免和补贴 以及现金转换选项 支持商家的创新活动 企业推展在本地研发 注册知识产权等五大创新价值链活动时 将享有更多税务减免 为协助企业应对成本压力 企业融资提升计划将延长 另外食品服务 食品制造和零售业等中小企业的 节能津贴计划也将延长 协助业者采用节能设备